柔佛戈达丁以丹荣巴佬海滩传出了溺水事件 一名男子今早和家人结伴到海边嬉戏 不料乐极生悲不幸溺水身亡 戈达丁以警区主任胡新指出 警方今早10点15分接获溺水男子的家人投报 马上派员到场并且使用表面搜索技术展开搜救行动 最终在早上11点02分距离溺水地点10米外 找到了男子的遗体证实他已经断气 遗体随后已经送往戈达丁以医院解剖 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